在奥运会开幕式上,9岁小女孩林妙可的一曲《歌唱祖国》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和赞赏。 但其实演唱歌曲的并不是外形甜美的林妙可,而是另一位7岁的女孩杨佩怡。 她为能出场的原因是形象不如林妙可。 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透露,这样做是考虑到国家的对外形象。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,您是否赞同这种做法? 好,我再重复一遍,您是否赞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假唱的手法来追求完美的形象? 欢迎您发短信来告诉我们您的看法,我们的号码是13701103307。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,9岁小女孩林妙可的一曲《歌唱祖国》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和赞赏。 但其实演唱歌曲的并不是外形甜美的林妙可,而是另一位7岁的女孩杨佩怡。 她为能出场的原因是形象不如林妙可。 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透露,这样做是考虑到国家的对外形象。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,您是否赞同这种做法? 好,我再重复一遍,您是否赞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假唱的手法来追求完美的形象? 欢迎您发短信来告诉我们您的看法,我们的号码是13701103307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